越南外交部新闻司11月14号消息称 11月15号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 将于当地时间上午10时30分举行 并计划于当地时间11时30分在越南河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该协定的签署一事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相关进程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简称RCEP由东盟10国发起 邀请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印度6个对话伙伴国参加 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一个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谈判于2012年11月正式启动 涉及中小企业、投资、经济技术合作、货物和服务贸易等十多个领域 七年间经过三次领导人会议、19次部长级会议、28轮正式谈判 2019年RCEP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当年11月4号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15个成员国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 将启动法律文本审核工作 以便在2020年签署协定 印度因有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而暂时没有加入协定 这次联合声明的发表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 成员结构最多元 发展潜力最大的东亚资贸区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